好来关注2025春夏大秀登场 国际四大时装周当中 纽约时装周60多个品牌的最新系列 在周三落幕了 而除了有众多明星名流 现场星光异议之外 还有人把品牌伸展到邮轮上 这几年特别是疫情之后的时尚舞台上 有越来越多的韩星都是坐上宾 不管是受邀走秀担任品牌大使 那么这个趋势呢 完全是因为有韩星的地方 就有粉丝就有欢呼声 也有关注 可以扩展时尚周的效益 从男孩女团twice的成员多显 中国人气男星谭剑刺 到好莱坞女星林赛罗涵等 共同现身品牌Michael Kors的 2025春夏大秀 迎来大批粉丝围观 开场的前22个造型 以经典电影天才雷普利为灵感 竟是黑白和灰色系 接着则是电影场景中 浓浓地中海度假风情 另一知名品牌Tommy Helfiger 选择把伸展台搬到一艘 往来曼哈顿和史泰登岛的渡轮上 最新系列以经典的红白蓝色调 注入海洋元素为主题 为期六天的纽约时装周 在周三顺利落幕 紧接着则是周四登场的 伦敦时装周 将庆祝建满40周年 随着四大国际时装周 进入最高潮 也不难看出大批粉丝 和各家媒体近几年 抢拍的目标 看准这些韩星 在全球的庞大粉丝势力 让各大知名国际品牌 争相发出邀请函 成为秀场的座上宾 亲自走秀 甚至担任品牌门灭担当 打从去年起 已经有20多位人气韩星 相继为精品代言 包括防弹少年团的Gene 成为Gucci的全球代言人 LV请来Blackpink的成员Lisa Stray Kids的成员 则成为了Versage 第一位韩籍全球品牌大使 整种一切看在业界专业人士的眼里 认为韩籍品牌大使 崛起的关键转列点 发生在新冠疫情期间 根据这间时尚数据平台调查 以今年6月举办 2025春夏巴黎南庄州为例 南韩被列为影响力排名第三的地区 当中87%是由南韩的明星名人所创造 时庄州场外的欢呼声大小 也说明这波韩星品牌大使的风潮 似乎还会持续延烧 然而法国经典老牌皮尔卡丹 选择走不一样的路 这星期 他们首度在巴黎曝光一套太空装原型 并且由德国太空人毛雷尔现身试穿 创办人皮尔卡丹的侄孙 也是现任执行长的巴西利卡蒂卡登表示 为太空人设计服装 等于是为特定的技术钻研体积构造 如同对待成衣定制 这套时尚的太空装在进行更多调整后 将被用在欧洲太空总署的一栋全新 模拟月球表面的建筑物里 时尚产业行情看涨 身为快时尚龙头ZARA的母公司 Inertex业绩也逆势成长 最新8到9月初期间的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大增11% 且优于上半年的表现 Inertex还宣布要把已经在欧洲16国推出的 ZARA二手一计划扩展到美国 提供转卖修补和捐赠二手一的服务 目标要延长衣物的生命周期 减少浪费 TVB的宣众和报道